山豚颱风持续归宿移动 高雄新子湾 海浪不断地往岸边拍打 差点波及到了路过的民众 而小港洲际码头以及骑津区 则是出现了海水倒观的情况 另外凤山区的KTV大门 疑似是不敌强风被吹开 往后撞击整片落地玻璃碎裂 好几米浪高一泼泼重刷上岸 越过围栏拍档上路面 还差点波及到行驶中的车辆和行人 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 海巡在一旁管制 台风还没完全登陆 高雄西子湾就已经出现滔天巨浪 转往小港区 洲际码头场区 靠近海边路段海水倒观 直接淹成小河 民众千万不能轻风 轻呼这个台风的威力 转往骑津区 台风加上大潮影响 马路瞬间变成河道 这边有淹水啦 附近居民无奈 海水倒观淹到了骑津市区内 一旁水沟盖附和不了大量积水 不断冒出水来 路边停放的机车轮子有一半 都已经陷入到了水里 受到强风影响 风山区一间KTV大门 疑似不敌强风被吹开 往后撞击 只见整片落地玻璃 应声碎裂 至于全镇区瑞龙路 有大树被风吹到青岛 直接往路面砸 车辆行径险造波及 公务单位货报也赶紧到床排除 而强风持续吹拂 也造成三名区一处工地围离 整片倒塌 这一岛直接把停放在路边的 三台机车给压在地上 找到其中一台车主 一号晚间爱车被邻居擅自移走 遇到了围离旁边 强风一吹围离倒塌 瞬间压垮机车 现场围离已死死死分 迅速全速排除完毕 无人伤亡 随之台风逼近 高雄地区灾情平传 提醒民众务必多加小心 做好防范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综合报道 本身是均匀的